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橱柜采用一流的德国专业制造设备 百分百的纽西兰板材 健康无害 精湛的制作工艺 专业的设计团队 为您精心打造每一套厨房 一定与众不同 电话095766358 095766358 房地产专讯 新西兰首区一纸中文房产报 最强阵容地产经济 最多精选上市楼盘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 最广泛的送报区域 16年成庆品牌媒体 买卖房产首选必读 广告热线09373376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围栏 漂亮花园 超大的储存室 单车库 路边还有大量停车位 此房处于男女名校双校网 及机学校和市中心 较低的维护费用和打赏的平地 对于享受安逸生活的家庭来说 是绝佳的选择 好房不久留 有益者请联系 接下来昆宁给我们带来一套 位于Handerson Highs豪华房 这套被维护良好的家居房 结合了现代的设计风格 宽敞明亮 豪华舒适 温暖的阳光经常照耀到整个房屋 站在阳台上还能看见山谷的全景 绝对是生活享受的梦幻天堂 此房有五个卧室 其中包含两间套房 三间豪华低热雨室 两个宽敞明亮的活动客厅 现代开放式厨房 全采光的露天阳台 内置双车库和路边停车位两个 一架高中六十万 如此奢华抢手的房子 绝对值得您拥有 机会不可多得 现在就拿起手中电话 联系昆丽和KC把电话 021-2788-600 先介绍2号Plan Street 低维护专码三房一位浴 个性厨房 开放式活动空间 阳光露台 全微来花园 双车库及室外停车位 补习南调考虑 视频号 火车站 公车站 现一架四十九万五 我公共时间为周六日下午两点到两点半之间 赶紧联系中介干纽梁变化021-128-1978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观点 刚刚也说了 我拿了十万块钱去投资 最后一个popular cycle之后 我可以拿到五十万的收益 那这些数据你是怎么样算出来的呢 这个数据不是我算出来的 这个数据是一些经济学家 他们算出来的 然后还有以前一些老师 他们就是给了一个大约的一个数据分析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数据吧 好 这些数据是来自新西兰的房地产协会 那它是由1992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的 这个每个月的房产的中间值 中间价 中间收 中间售价 那在1992年的时候 平均的中间售价是大约10万到11万左右 是 对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到19 在算7年 1999年的话呢 它就是将近在17 8万左右 大约6 70%吧 那我们再看就是说 在2002年到2007年之间呢 涨得特别快 就是说在2007年的时候呢 涨到35万 就是说一套房子可能在1992年 它是10万块钱的 在2007年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35万 那翻了很多翻 就翻了两三翻 3.5翻 左右 成3.5倍 对吧 那在 就是说在这个 2007年到2009年 这个中间呢 发生了一些蛮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那个全球的金融风暴 嗯 那这个金融风暴呢 影响到 这个房 这些房价呢 它们没有没有 那么快速的增值 就是平的 就停 停滞在那边了 可是我看图上是好像是往下走的 为什么你说的是那个停滞呢 它大约是35万到343万 3432万左右 嗯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在1992年的时候买了一套10万块钱的房子 当我拿到2007年去卖的时候 那我可以卖到35万 而如果我keep到2009年的时候 可能我也就只能能够卖到35万 34万到33万之间的样子 差不了太多 但总体来说还是涨的 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 这是因为这个时段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所以才平的 对我知道 就是说我的价格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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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多年 就是 就从我从1992年买的嘛 我到09年 最后我买出 就是我不看中间它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从最开始10万块钱买 到我最后面你就是说是 卖掉是33万 那我中间这个价格 我还是一种涨的趋势 我还是赚的 只是多赚一点少赚一点的区别 多赚少赚 它有一个那个 一个那个 幅度嘛 幅度在里面 哦 那在租金上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个收入呢 因为因为随着这个市场的价格不一样 所以租金的话就是说它也是会呈现一个递增 或者说递减的一个趋势呢 尤其商业租金的话 它是每年都有一个 一般的商业租金都有一个增值的一个部分 写在合约里面的 一般来说就是每两年 可能就是重新再review一次 这样子 好 对 每两年review一次 而且一般涨个 每年涨个50%是很平常的事情 所以这样子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的话 等到 就第二年的时候呢 呃 就有这个增长 嗯 对吧 呃 平均下来我们反正就是有这个增长 然后这个回报率呢 百分之二十几 嗯 就说我们投资了一百万 进去里面 第二年的回报真的是相当于百分之二十几 对这个的话不管是你放在放在家里也好 放在银行是怎么到 怎么也是感不到 什么也无聊的 对感不到这个回报率的 就是你放在股票的话 呃 不管怎么样都还是比放在房地产里面蛮高 对股票的话只是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说我买了一一百万股也好一千万股也好 就是一个数字 对 卖了也好亏了好 我拿不到我看不到 那我房子的话至少说我能看到 哎 这张房子是我的 至少还写着我的名字 我心里面可能会舒服一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买股票的话公司倒了什么就没了都没了 一张纸啊 一个数字 对至少还一张 不是说最高竞技就是买股票买买买买到后来变成股东了吗 呃对 经常有 他们就有这个hostile takeover 恶性的收购 对 对 那么今天James Law呢 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数据 来证明说投资房地产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请继续收看我们OpenHome以下的节目 大众橱柜采用一流的德国专业制造设备 百分百的纽西兰板材健康无害 精湛的制作工艺 专业的设计团队 为您精心打造每一套厨房 一定与众不同 电话095766358 095766358 盲地产专讯 新西兰首区一纸中文房产报 最强阵容地产经济 最多精选上市楼盘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 最广泛的送报区域 16年澄清品牌媒体 买卖房产首选必读 广告热线093733767 Tafari集团新楼盘上市 Taranga现已7天OpenHome 售价仅从23万5起 保证第一个十年至少18万3回报 详情致电 021-126-5055 或周六日清零中国城展示说明会